川普贸易战终极目的,显现中共面临重大危机,在美中两国贸易战持续升温中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正在逐步化解。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将很快组建一个联盟,以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 有媒体趁不难看出川普特朗普的华贸易战的核心目的,就是联合全球围剿中共。美国总统川普11日在一篇推文中说,跟墨西哥的协议现在进展非常不错,必须照顾好汽车工人和农民否则不会有协议。 加拿大必须等美末两国的谈判,加拿大的关税和贸易壁垒实在是太高,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将对汽车贸易征收关税这事寄予欧盟之后,美国可能在贸易谈判中,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 由美媒趁川普发布的最新一条推特案是,美国正在对华发起的贸易战的核心目的,是要孤立无限度侵犯知识产权的中国共而且手法高明。 在此之前,川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达成协议,将致力于双边贸易零关税。 同时欧盟加大进口美国商品川普,表示美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合作关系。 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川普,说,我们还会一起降低壁垒,增加贸易往来在服务业,化工,医药,医疗产品还有大豆。 这表明中共试图拉拢欧盟一同对抗美国的计划彻底破产美国之音。 12日报道说,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近日曾在多个媒体发表评论,警告中国最好不要低估川普总统库德洛,表示美国将很快组建一个联盟,以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 而这个新的联盟,将包括中国曾一度希望团结到的欧盟、墨西哥、日本和澳大利亚。 而如果新的北美自贸协定的谈判顺利,预计加拿大也会加入有媒体分析,不能看出川普的打击目标,实际上很可能只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多到泛浪程度的中共此前对欧盟、日本、墨西哥等国发出的关税上调,也是为了团结这些国家,与美国一起孤立中国。 美国和日本的首轮部长及贸易谈判,时日刚结束在中国问题上,两国政府确认了进一步加强,不公平贸易交易和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合作的重要性。 并要与欧盟等共筑,对中国包围网的姿态美国之音称。 目前,欧盟已对美国做出妥协和让步再加上日本、墨西哥和加拿大在美国一对一谈判,各个击破后形成的这一新的联盟,将占全球70%的市场。 多年来中国受益匪浅的世界贸易组织WPO的地位岌岌可危。 中国将面临一个新的挑战美国总统川普一月底发表上任以来的首次国情思文演说中,把中共与流氓政权、恐怖主义集团以及俄国并列,为全球的竞争对手。 川普表示这些竞争对手挑战着美国的利益、倦记和价值观在对抗这些对手,这些可怕的危险时软弱最可能导致冲突而无与伦比的实力,才是真正滋味的可靠方式。 川普认为川普的措辞代表对美中关系根本性的重新评估白宫一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川普也明确阐述过去几十年美国支持中国崛起,融入战后国际秩序,实现自由化的对华政策。 得到的结果与希望相反,中共以其他国家的主权为代价扩张自己的实力,中共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使用掠夺性经济来恐吓他的邻国此前。 川普曾多次选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专制思想,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说,中共是唯一一个极权专制与共产主义,反对人类文明的政权。 美国把他作为竞争对手,或称为敌人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川普对华的经济、贸易政策非常清楚,的表明,他就要结束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 中美贸易战开打后美国在贸易战中失业率已经降到历史低点,股市表现强劲,GDP达到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最好水平,而中共方面,几乎无力招架,股会是双跌。 外资撤退国内资金,也悄悄设法逃往海外避险在贸易战中。 中共身陷困境之下,8月初美方又宣布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调高,至25%。 中方也紧跟着宣布将对5000多种价值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 谢田教授说中共已经意识到,他投降的话他马上经济上灭亡不投降,会慢慢的灭亡,认为他的政权受到威胁了。 他是不惜把全中国人民拉起来,跟他陪葬了谢田。 引述北京消息人士披露,中共高层正在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讨论的重点,不是如何回应美国贸易战,而是讨论如何回归计划经济,以便保护中共体制。 让中共继续统治,而且大家要警醒的是中共很可能拉中国人民做垫背,挟持国民跟他一起打这个仗。 在美中两国贸易战持续升温中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正在逐步化解。 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将很快组建一个联盟,以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 有媒体称不难看出川普特朗普的华贸易战的核心目的,就是联合全球围剿中共。